好,我们继续来看啊,我们已经把环境搭好了是吧,但是我这里发现一个可能问题啊,发现一个小问题,就是我这里导入的这个SO文件是吧,SO文件我在这里面又确认一下,它说注意JARSO的这个前三位版本号必须一致是吧,必须一致才可以。 那我们刚才使用的那个JARBO libraries是3.4的嘛,对不对,是3.4的这个版本啊,你必须要统一啊,这是要强调一点的啊,当然我们使用例子里面的是两个都是一样的吧,两个都是一样的,是是没有问题,那如果你要用最新的话,这边你看下载的这个libraries里面啊,libraries里面,你你你就可以用,刚才我考的是这个是吧, 考这个,然后呢,这个SO文件,我又是考的是那个式例里面的是吧,那是不是两个会不一样啊,会吗?两个就会不一样啊,你看我解压出来的啊,两个就会不一样,那可能就会出现问题了,所以呢,你这儿,你看啊,你就可以在这儿里面,在这个,我刚才这个libraries里面,找到这个你看, V3-4-0,就是3.4.0,这个版本的SO文件,是吧,就考这个SO文件,把它复制过来,你看啊,把它复制过来,实际上呢,你就,这两个,这是3.3.0,是吧,3.3.0,你可以把它先删掉,你就必须要保证这个,版本一致,是吧, 否则的话呢,就等下运行的时候,就会报各种错,怎么着,你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,是吧,所以这个大家要,一定要,要,要,要注意啊,一定要注意,这是这个SO文件,我就换成一个了啊,暂时先,先用一个,呃, 然后,这是我们刚才用到的那个,架包,是吧,用到架包,我们刚才用的是这个,那这样的话,他们版本就,就,呃,就统一了,是吧,对,他们版本就统一了,哎,这个架包,刚才我用的是这个,LBS这个架包,是吧,嗯,你看到我们下面用的这个,叫V3,啊,我解压出来一个,叫V3,这里边的这个, Libbles,3.4.0的这个Libbles,是吧,嗯,应该是用的是这个才对,然后这里面,我解压出来的,你看一下啊,里面是不是两个,这两个是匹配的,对吧,对不对,这两个是一套的啊,一套的,就是百度MAPAPI3.4.0,这个你看,前三位都是都一样啊,都一样,所以这个呢,我最好也得怎么样,给它再替换一下,啊,确保版本的一致,明白了吧,嗯,为什么我刚才要这么, 给你再强调一下,就是,在使用的过程当中,很多同学发现,哎,导包里面为什么我这个出不来呀,为什么这个地图无法显示啊,等等,就会有这样的各样各种各样的问题,嗯,就会出现,OK,好,然后再,添加一下,再把它添加进去,这样的话,我们两个版本号就, 对应上了,是吧,哎,就对应上了啊,这是这个,包的一个问题啊,包的问题,好,导完这个包以后,你就可以切换回安卓这个视图了,因为这个视图更直观一些,是吧,哎,你看它这个JNI就,就会跑到这儿来啊,跑到这个下面来,然后呢,我们也可以再查看一下,这个依赖关系,跟价包的依赖关系, 我们右击一下的工程,打开openmodal setting,这个位置,然后在这儿,APP里面,然后我点击这个叫dependency,就是这个依赖,是吧,依赖,你看,它是不是把这个依赖包给加进来了,3.4,但是之前我们加那个,好像它还没删掉,是吧,嗯,还没删掉,所以这里要大家注意啊,一定要把之前那个给删掉,否则的话,它就冲突了,它找不到那个文件了,是吧,把那个去掉,嗯,只留一个3.4,啊,这个, 就是,不管你如何改,怎么改,反正你得知道,再从哪去弄它,是吧,嗯,从哪去调它,就可以了,OK,好,那么这样的话呢,我们这个包,就算打完了,打完这个包以后,我们再回购它来看这个文档啊,下面下一步就是hello百度map,是吧,点击hello百度map,这个位置,好,你看,它会详细的告诉你这个步骤啊,这个步骤,呃,这个工程配置,我们已经完事了,是吧,第二步, 在安卓manifest清单文件中添加开发的密钥所需要的权限信息,权限信息,这个是在application中添加一个叫metadata,是吧,哎,这里面要用到这个开发者的这个key了,所以把这一段我们复制过来,啊,复制过来,放到哪里,application里边,是吧,嗯,放这位置,application里边,放, 然后这个value写什么呢,就是写我们的这个刚才在网上给大家申请的那个密钥,是吧,嗯,这三密钥,对,一定要对应啊,一定要对应,复制复制复制啊,然后,注意这个步骤,注意步骤啊,任何一步出现问题,可能都会导致你最后把地图出不来, 把它粘贴进去啊,粘贴进去,这个就不用改了,不用改了,好,这个把密钥这个已经,呃,填好了,我们再回到这个地方,添加所需要的权限是吧,嗯,添加所需要的权限,你看,包括,你看啊,这些有很多,这怎么网络权限啊,读设置的啊,wifi啊,状态,呃,总之,你就把这些权限这些怎么样,考过来就可以了,是吧,嗯,复制过来,放到, 这个位置,把它全部放进去,它需要这个权限,信息,加进来就可以了,嗯,再往下,你看,在你的布局X1文件中,添加地图的空间是吧,嗯,嗯,地图空间,因为这是,这个就是用来显示,MathView,就是用来显示地图用的,对吧,嗯,显示地图用的,OK,回到这儿,我的这个,我的这个文件,layout,叫什么呢,叫,Activity,Man,对不对,嗯,这个, 这个,theft view,我就先把它干掉了,好吧,嗯,三天进去,哎,我的ID叫,这个叫,B,MathView,啊,这是它自定义,定义好的,然后,你看,有这个宽高,然后呢,可以点击,也没啥事的,对吧,嗯,没啥事的,OK,那这样的话呢,这个,view,就是用来显示这个,呃,地图用的,当然,这是因为是自定义的,所以这里面是显示不出来,对吧,嗯,显示不出来,啊,好,这一步完成以后呢,再往下,第四步, 在应用程序创建时初始化,SDK,引用的context的这个全局变量,那么你就在Activity继承的时候,你看,你需要有两步,两步的,在Site Content View之前,对不对,之前要进行一个SDK的初始化,嗯,SDK的初始化,注意这里是吧,红色告诉你了,组件使用之前需要调用它,对吧,我们建议是放在application初始化的方法, 中,呃,你就是放在一个,呃,你第一次会进入的那个Activity里面去,嗯,明白了吗,嗯,就是不用每次都初始化,就初始化一次就够了,但是呢,你要放在一个比较你的,以后我们写程序的会写一个比较Base Activity,是吧,嗯,或者你写一个application,啊,都可以,好吧,就放在那个第一次,啊,打开的那个位置,进行这个初始化,好,在这儿呢,那咱们这里现在是测试只有一个Activity,对吧,嗯,就把它放在哪里啊,就放这儿了,对吧,就放这儿,好, 进行这个初始化这个,这个工作,就放进去了,好,再回来,再看,再看,创建仕途管理地图的生命周期,他有他自己管理的生命周期,基本上啊,他的这些方法在,会在这个我们这个Activity的生命周期里面来进行体现啊,比如说Destory的时候,他要把地图销毁,释放嘛,要不然这个地图加人来占用资源,对吧,嗯,OnlyZoom的时候,他就开始这个,呃,这个激活,是吧, OnPose的时候,也得让这个地图进行暂停,对吧,所以呢,他这个文档里面告诉我们,基本上这三句话也是死的,啊,也是固定的这样一种写法,你就不用想了,直接把它怎么样,拿过来,扔在后边就可以了,嗯,是吧,嗯,把它扔在后边,但是这个,M,MapView,我们是不是还没有进行声明啊,嗯,是吧,嗯,没有进行声明,我们要在这儿进行一个声明,叫M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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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 M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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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 这是百度里面的这个MapView 然后在这儿 我们说初始化完了以后 setcontext的 我要把这个对象给怎么样 findID给查出来吧 我们这个叫怎么来呢 叫MapBeMapView 是吧 OK 然后我们给它 这个 强转化一下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这个对象就找出来了 是吧 找出来 那下面就可以用它了 下面就可以使用它了 这是这样一个过程 这边多了一个大括号是吧 在复制的时候啊 多了一个大括号 还有没有多别的地方 少了一个分号 OK 没问题了 然后再回到我们这文档里面 文档里面啊 好 它说这样设置出来的话 你看完成以上步骤 运行程序 既可在你的应用程序中显示 如下的这个地图 地图就可以显示出来了 好 下面我们就把这个工作就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呗 那我们运行 运行一下啊 运行一下 看看这个效果 嗯 我在这里使用的时候呢 我是用的是 呃 cd cd到 呃 cmd啊 我这里是 sauce.sm 我用的是个真机啊 所以为了让大家看见啊 我得启用一下这个显示真机的这样一个模拟器 OK 这有点大啊 缩小的 嗯 好 这个可以关掉了 好 找到我这个真机了吧 手机了 我们运行起来 走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程序运行的是是不是这个效果 是吧 嗯 你看地图就显示出来了 当然先显示的是整个这个这个 北京城 对不对 对 北京城里面的这个信息 我不能再认同啊 我得用这个 呃 手 手动的进行滑动 对吧 他会不断的去加载这个地图 看到没有 嗯 他 呃 提供了这个叫 缩放 对吧 嗯 缩放这样的一个 一个 一个按钮 是吧 哎 缩放的按钮 这样的话我们就把这个 呃 地图就先显示出来了 嗯 好 有了这个地图作为基础 那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地图上去做一些事情 比如说做这个定位啊 做这个这个呃 导航啊 是吧 哎 或者查询地点啊 嗯 等等就基于这个地图上就可以去实现了 好吧 嗯 OK 那我们这个地图先显示出来 那么后面的功能 我们在下一小节里面再继续给大家讲解 好吧 OK 嗯 嗯 继续给大家看看 继续给大家看 我可以拿出来 全部都在去了